十年都在那邊 其實也沒有單位要管 整個是荒廢的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協調到最後他能夠修出來 或許剛剛劉老師講那個部分 考古移植該補的 那也請建商補一下 該挖的部分能夠挖 該修的能夠修好 該做的能夠做 可是當然委員有絕對的權利 我只是代表這幾次 大概協調兩三年以下的一個過程 其實並沒有要怎麼樣 只是在行政程序上 我們自己的委員會做了這樣的一個決議 怎麼樣去收拾 也請委員自己考慮 有行為委員 其實這個案子是 就是基本上我們這個地方還蠻關心的孩子的 他就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地區能夠看到新的面貌 這個地方已經包圍了非常久了 所以市民是期待說 在這個地方 這地區其實是有更新的機會的 那其實這個也是給政府的壓力 就是說這個案子不分成2005到現在 哇 什麼樣子不厲害 其實如果說我們 有時候想想看你能夠公平性 我們 拿這個禮物啊 沒有以前說的 拿出來的 現在說的 當然如果能夠 保留 也可以的話 當然也沒關係 在這三個月 如果能夠保留下來 沒有關係 但是這時候如果說 如果能夠 怎麼如何監獄 如果要保留 然後又可以都市發展 這是給那個洗塑料的 我們地方其實最重要的看到 希望把它寫得讓 變得漂亮 變得漂亮 至於說 文師跟都更 其實在台北市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部分 我們既然要保持文師 但是要不是分析 不是發展 所以說過去 這塊地區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都更開始 我們大家希望 透過都更 把整個事物改變 這個開始 不是因為這個 這個歷史建築的 要說 這才是變得好 是因為在都更的過程裡面 發現公教的歷史建築 所以這個部分的時候 必須考慮到說 源頭 第一個 人民想要的是都更 在都更過程 碰到文師 好 怎麼解決 就是說人民希望就是說 政府要有智慧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說你政府沒有智慧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以後誰敢相應都更 十幾年來 你剛才問了 這十幾年都會被你 所以政府能夠說 好 我們鼓勵都更 讓我們台北市能夠透過都更 變得更漂亮 但是如果碰到問題 政府幫你解決 這應該是政府要做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走十幾年了 現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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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文資 都不可以 這樣他要 誰要去參與都更 所以如果說 這個 因為文資保存 能讓整個台北市的都更 沒辦法進行 那你也不好 但是也不能說 因為都更 忽略文資 這 我們也不算是 所以其實 我在這裡 聽聽 其實問題很難 就是說 其實我接著就是 如果能夠在文資保存跟都更能夠 如果兩個都能夠監護這是最好的 所以就這個案子來講 如果說 第一個 有沒有說 一定要在這裡 不能動的 如果說 你找到說 好 就是只能在這裡不能動 那麼 建徒根的你 因為只要你說 現地保存 抱歉 建徒根的也不一樣 我們要有理由 告訴我們的台北市市民 跟實施者 因為每個人都要努力 我們不可以說沒有 好 好 我們要告訴說 這個很強 一定不會這麼強 但好 如果說 我們有更好的方式說 好 毅力保存 那如果都更也可以 毅力保存 也保留他的這個文資的存在意思 跟他的價值 我是覺得這樣 打到市民可能比較麻煩 比較遜 再來就是 剛才幾個男人在講 這東西放在這裡 沒有人要經歷 他沒有要去做 其實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保留的東西 是簡單的 但是如何保留下來 然後實際永久的經驗 這才是重要的 我看我們這麼多 文師 這樣看著牙 你給發胃 其實 我們把相片都倒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 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能不能找到一個就是說 好 這是保留下來 然後又被常序的集齊 我剛剛也是給其實我看看 其實他變成是一個活物 一個室內 其實如果我們用一個方式就是說 如果台北市能有一個 親的一個對輪式的保留方式 再轉世來就覺得這太好不錯 就說其實你放在那裡 阿婆 阿婆維護你這個 如果逼到室內來講 我保留 我沒有那麼了解 但是站在一個市民的立場 跟站在一個希望 我們開始是 為了發展跟法律 更加適合 我真的很希望看到 有更多的文資保留下來 但是更多的文資保留下來 需要市民支持 跟很多這個民間 願意共同來參與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能夠透過民間 透過市民支持 能夠把文資保留下來 這個 其實這也是我們最需要的 因為我們經常在文資裡 就會變成說 社會上的一個爭議 這個也不好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說 讓其實台北市民 都許包文資保留下來 因為文資保留下來 讓我們看到過去 看到歷史 但是我們如果說 請民剛剛說 文資保留下來 要犧牲那麼多的 這個都市發展 也許 市民就要 通過文資就離開了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在這案子上 我們必須告訴市民 就是說 你可以當阿 如果說 市民的麻煩 你三幾針都可以當阿 他就 這幾針都可以當阿 你也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跟李老師他講 我 不是我 我跟蔡教 我是個市民的立場 怪阿 所以說 如果站在一個不懂的市民的立場上 他也許會這樣想 但是我今天沒有說 這個一定要一定保留 他也許沒辦法 尊重不然 但是我是站在這個 我個人的立場 我是覺得說 就是這樣的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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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地方 大家都也看過這個案子 所以他們也 也希望這個 這個案子真的是說 能夠有一個 比較均衡的一個 火山的方式 做解決 那 這是地方的期待 我也覺得說 其實看到問題 就是說如果能夠 兩千七月之一 謝謝 那今天請來 可以再說話後也請 請 好 其他還有問題 這邊 不是不然 有些先講 因為 剛剛有委員指教 但是 一到突是更新這個部分 我這邊不需要跟總會報告一下 根據 突是更新條例 第27條的規定 凡是 有關於 公用土地 他必須以法 按照突是更新條例 他一律一樣的才是 他是被推定的 這是法規上的規定 當然這是一般性的法規規定 然後它並不是更容易報告的 其他人呢 不好意思 我想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審的是這本報告書 修復記載有記法 但是這本報告書裡面 其實並沒有包含剛剛解報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在程序上我們是不是要宣確認 我們今天通過的應該是這一個 而不是這一個 討論的不是這一個 我想先確認一下 好 這個比較好 這個確認來講 我們如果王老師要表示一下意見 你們提出來的報告書的內容是什麼 怎麼可能這裡有啊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那我是 我昨天是那個申請單位 那我想先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案子的背景 那本案子從2015年 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在辦公室更新了 那 為什麼會發現這個歷史建築 這個是2010年一把大火燒掉之後 這個歷史建築的樣貌才逐漸呈現出來 那到2014年左右 這個那個侯頂承介燒協廠 他在指定的歷史建築 那 其實剛才杜芳覺得代表 我寧寧報告書 是依照都市跟一條例的規定 就是說公有主力 必須要參與都市更新 那我們在我們辦理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跟國產署這邊 協調過相當多次啊 那依照國有主力參與都市更新的 處理原則的規定啊 其實 那個公有主力 或是要分為獨棟的 獨棟或是獨立出入的一個大陸啊 那我們在跟他協調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一度也有說實 我剛剛問的就是針對那個委員的問題 其實最後一次的諮詢審查會的時候 諮詢會議的時候 我請你們是確認方式納入再用計畫 所以我剛剛要講的是 你們是會確認方式的 所以在再接用計畫裡面才能夠審啊 王老師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我想在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立和實業這邊找到 就是我做這個調查研究計畫的時候 其實 最主要我們還是針對它們的整個歷史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委託兩個案子 一個是我做的調查研究計畫 跟另外一個就是由蘇老師所進行的 那個控電的規劃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剛剛 剛剛李老師也有提到 這個在我們當初在做那個調查研究計畫 也是先進行的 那為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平躍那個 就是文化圖這邊的公告 地史建築的公告 所以其實我們在未來的操作的方式 就是它如何保存的方式 我們就做了幾個建議 但是我們沒有把那個異地保存 這個事情都要加上 我上次的決議是確認 蘇老師要補充嗎 那你沒有確認你今天送進來幹嘛 請各位委員看186頁 我們這個規劃方案就是我現在上面的這個 第六章再利用方案 就前面評估過後 已經確定是採用這個方案 所以後面有做更詳細的分析跟題面 186頁 就是前面經過分析四個方案之後 然後我們針對第四個方案就是稍微遷移 但是其實還是在原基地保存的這個方案 對呀 那沒有問題 是確認的方案做不定 第二個部分就是回應劉一昭 剛剛的提問部分 因為針對跟考古的部分 我自己當面請教過劉老師 那劉老師當時候給了自己說 他應該是 也是根據他2060的那個報告 所以他的確當初劉老師在沒有畫這個範圍 那在之前 就是我進行那個科教館的調查研究的時候 有做過考古的試卷 就是那個基地上面是沒有的 那因為後來在整個南海路上面 也有新的捷運線 那這個部分我們 我就是我當然沒有確切的計畫 但是可能估計他或許沒有 他可能才可以做這個挖掘 但是劉老師有建議 就是我們 所以我在報告書裡面 我在報告書裡面 我們有提到就是考古的部分 當我們的工程進行之前 我們成本一定會進行考古視覺 那如果真的有發現任何的 考古離職的可能性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考古挖掘 然後再做下一步的處理 好 以上的意義 主席 我有一個建議 他們現在礙於那個杜耕條例對不對 因為有公有的土地參與杜耕 所以一定要帶一棟有獨立出入的 我剛剛聽了一件是這樣 我們能不能就像現在的設計一樣 這個獨立出入的這個門部的大樓 就跟這個燒穴場整合起來 念成一棟 你看 這個因為他現在的設計 集合處理事實上是物端設到的燒穴場 對不對 基本上集合處理事實上是物端設在建築裡面 不是 集合處理事實上是物端設在建築裡面 對 所以如果在原子的洞的話 它這個集合處理事實上是物端設在建築上面 所以在建築裡面 它可以 他們不會做國安 國安是其實有一個法律的問題 我們所謂公有土地 不管是國有 或者是一個 它的所依據的只是一個原則 它不是法律 它是一個參與的一個原則 而我們所依據的文化資產報徵法 那這個法跟原則換誰種 誰情願都會知道 所以這個事情就應該好好去思考 思考 好 其他一個一點 我可不可以介紹那個那個 那個獨根的出發局 就是說我知道第一 公家要參與 它才可能有這樣的面積去做這個獨根 那有沒有可能是說公部門那一塊 可以說我們要分為持燈 所以這個案子 有沒有可能 公部門賺70% 私有的自由 對呀 那這就是 應該這麼說 那當然就有一個事實在一頓 我們必須要報告一下 這個獨根性條例也是重要的法律 對 還是重要的法律 這個後來是地的原則 你們是參與公司 這個案件 如果公司跟國有報告說 獨根性條例第27條規定 所以公有主人基本上必須要 參與一個資金法律上的一個追範 但是如果特別把它來説 或者是一辦法的確定 當然有很大的資金 就是要審問的報告 第一個 當然 因為這個案子禁止比較少 如果以新修訂的這個埋獎的話 如果公有主人超過一半 你知道應該要公部門來處理 但是這個案子 可能他進行的時間又在修法之前 那當然 公部門就我所理解 公有公產管理機關 不論是公產署或是地方政府 對於公產管理還是有它法律上 可有管理服務 換言之 他不能 就是說如果有主事更新 他必須要參與 我們來把這個埋獎犯局 就自在一個案子 也是遇到市民管有的市有土地 我們也在考量說如何 就整體股市環境機關 驚壓問題 希望公有土地可以放棄 或是或其他方式去表態 但是這個我們跟財政局 管理市有土地機關協商的結果 是因為任何 無論地方或中央的公產管理機關 他對於土地管理都有一定的管理 就是換言之 你不能讓我參與都更的權益 就是說放棄掉 這也是法律可以管理機關的一個程度 其他還有資料嗎 我做一個說明 就是其實我們在 我自己個人本身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是泛於一個就是希望可以盡量保存的角色 所以當初我們在討論這個 剛剛蘇老師報告的幾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可以盡量把它留在現場 那到最後會出現出來 我們剛剛蘇老師報告的那個第四個 最後我們主意的那個結論 其實是因為 第一個它整個燒稅廠的本體 它還在整塊的基地內 然後它其實是同樣的方位 往現在西南方向移了11公尺 所以它的方位沒有變 然後在同一個基地內 那當然我們知道 台北市的整個空間的改變 從過去 從超區長到現在已經做了滿大的變化 那都市的情況也有改變 那如果當然如果當初的決議 就是公告上面的決議是在現地保存 而且不得移動的話 我們當然會遵照這個來進行 那我們也不希望它是像很多其他歷史建築 它是潛伏基地 所以到最後我們協調出現在的一個結果 就是維持原方位 它對於當時候在那個消費廠在這個基地上面建設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做大的改變 只是它從原來被往西南邊移動了11公尺 這個是也是導致我們最後討論出來這個定案的一個結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還有其他還有沒有資料 那個還是最後要跟主席還有老師報告 站在文化局的立場絕對是保存優先 那文化局之所以願意在這三年來這樣去協調 第一個是看到其實這個東西是在前前會期就下的定論 讓行政有一致的延續性 我們只能讓它更好 不能讓它更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其實在整個協調的過程中 我們是為這個歷史建築爭取最大的保存的價值 讓它以後的基金管理的策略 好 那如果當初老師認為應該是 我還是建議往後相關的案例直接指定不及 免得造成執行上的困擾 好 第三個大概是要請老師幫忙的是 像現階段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好 那我們政府也遭受到很大的 包括法規面 還有執行面上的困難 好 譬如中美 我們一句講 執行了十幾年 那當初也做過建議的調查 可是現在法令改了 那你把這樣的土地賣給國家以後 重新劃分以後再出來指定 這樣的事情會在案例裡面陳述不穷 就是說這個也要做了很多毒根的設計 那十幾年來的一些都是過程 然後我們必須講說 文化局很委屈啊 在余大維上面案子吃了很大虧 這不是我們這一屆做的事情 所以請老師也站在 怎麼幫文化局的角度上去做一個思考 當然 余大維不希望是大家分別式的去爭論